接下來公子老師要介紹的是三乙 說要比較三乙50度、cos50度、dg50度的大小 我們已經知道如果角度一樣的話 三乙跟dg的話 三乙50度要小於dg50度 這沒問題 當然後面還小的sign50度 這裡沒有要叫sign50度 以三乙跟cos來比較的話 最好畫成同樣的 那sign跟cos 這個已經用sign了 所以這個畫成sign的話 sign的40度 那sign40度的話 cos50度 需要的sign40度 那sign40度跟sign50度 當然sign是越來越大 所以50度就會大 剛才的50度又小於天群 所以你就會發現cos會小於sign50度 cos50度 cos50度 這就是我們的sign 謝謝